提案人季杰先生于民国112年12月8日所提 您是否同意废止2022年12月29日国防部宣布 将民国94年次韩以后出生之义男义务役 役期延长为一年之公告 全国性公民投票案前于民国113年3月15日 举行听证会后提醒本会第601次委员会议 审议因任有部分疑议仍需厘清 故决议依公投法第十条第三项 即全国性公民投票听证作业要给第18点规定再为听证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反兵役延长 它没有涉及对任何一个特定个人的任免说 它特定职务的问题 我们不是说公投要求谁来当股房部长 谁来当参谋总长 没有这回事嘛 所以这个没有针对一个具体的个人的人事任命问题 那只是一个制度上面还有政策上面的偏好问题 我们到底是要走向那种以前的真兵的老路 还是说继续延续我们募兵制 敌人不分党派总统一直持续推动这个路线 不要走回头路 这是一个政策与偏好问题 所以与所谓的人事事项 其实很明显是不一样的 依照学理来看 人事并不是只有说职务的任命 谁去当什么职务 而是包含原额规划 全序教育训练 考攻击等等 这些中外截然 即使中国古代的三省六部都是 门下中书上书 相有立护礼兵行公 人事就是属于立部 立部就是掌管天下官员的定员等等 所以这就是从以往到现在政治文化都是 同时依照现代21世纪目前来看 实务上我们在五院 依照中华民国宪法成立的五院 人事组织的业务职长也通常涵阔 就是说组织编制 原额的这个规划 依照中央法规来进行 所以这部分就是学理部分 第二个更重要是法律的部分 第一个依照宪法 中华民国宪法征收条文第三条 就有移民定 国家机关的职权 还有总原额 以法律跟准则定定之 那第四项也明定 就是机关的组织编制原额 依照前项法律 基于政策或业务需要决定之